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汉 loop » 詞曲 李宗盛 好 大家都看到和讧维书的题目了 叫 ECMAScript 5 in Action 我想一定会有一些人觉得奇怪 就是说我们是who.js大会 那这个家伙干什么来了 讲了一个毫无关系的 那我们聚集在这里 是因为我们前端的人和后端的人 Node.js的人 还有WebForeign and的工程师 我们大家因为Jarscript聚在了这个Who.js这个会议一起 但是为什么我要讲的这个东西叫做ECMA script 那实际上 Jarscript 它是一个公司的注册商标 所以说实际上我们去这样使用它作为这个语言的名字 我们只能在私下里这样说 没有办法在商业的产品里面去用 那所以说实际上Jarscript这个语言的语言规范 它的名字它就由欧洲标准化组织ECMA制定 然后它的名字实际上正式的这个语言名字叫做ECMA script 然后Jarscript的这个商标呢 就是其实它最先注册的时候是Sun拥有的 对你没听错 就是跟Java一个公司它实际上是Sun的注册商标 那当然现在被Oracle买去了 所以说它也不可能还给我们那个Web前端这个圈子 大家都知道Oracle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对OK 所以说如果是当初在Nescape手里的话 我觉得现在以Mozilla的开明倒是非常有希望的 那所以说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语言规范就叫做 ACMA script 我原来一直读ECMA script 然后James昨天纠正了我一下 然后叫做ACMA script Native Speaker是这样说的 所以说呢我们要现在讲的是 我们之前大家所熟悉的那个版本 就是它的第三版 但是实际上是去年12月左右的时候 它发了一个新的版本 叫做这是第五版 那现在经过一些小的修订 那么版本是5.1 所以说大家看一下ACMA script的这个历史 它是这样 就是说1996年的时候这个提交发布了开始制定这个V1版本 然后到97年的6月完成 然后后面提交到ISO就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时候做了一些V条 然后这个时候大家也没在意就升了一个版本号变成V2 实际上跟V1差不了多少啊 就是一些文本上的改动 然后99年加了一些新特性 形成了我们现在最为通行的这个稳定版本 就是V3 那么V3就仅仅花了六个月就提交到ISO成了这个国际标准 叫做162622002 那后面呢 这个JavaScript社区走了一些的弯路 那么ACMA script V4 就是在上面大家花了很多努力 包括GS之父Brandon 在上面有花很多的精力 但是很可惜这个V4因为一些技术的这个争端和这个商业上的这个不同公司的大家的这种技术观点的不一样 最后冲突没有能够通过 那么不过好在2011年那么 它终于达成一致通过了一个比较保守的这个演进版本 今天就是我要讲的这个ACMA script V5 所以我们来先总览一下 就是说这个第五版的这个主要的改进 那首先这个是一个准向下兼容的这样的一个版本 为什么叫做准向下兼容 就是说它加新特性的时候 必然会破坏原来的某一些微小的细节的这种用法 但是实际上V3的所有的功能都还在那里 那么主要是一些命名就像是比如说它原生的有给一些数字加一个新的名字 那么你如果原来恰好用了这种 把这个名字占掉了的话 那你的程序在这个V5上就没有办法正常地跑了 所以说V3核心的功能都在 那么它主要的扩展来自五个大块 那么细微的当然也有很多 我就不重点讲了 那么主要是针对对象原型这方面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演技 然后那么属性上 一会儿我会讲到 ES5给了大家一个更精确更细致的这样的属性的定义 那然后在数组上有加了很多非常好用的方法 至少我个人是这样觉得的 然后可以增加我们的开发效率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是JSON这个东西被写进了这个规范文本里 并且提供了原生的函数去Parse和String这句话出来这个字符串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改进就是加入了一个严格模式 允许我们用更严格的方式去写这个 就是允许我们对自己的代码加更多的约束 如果你违反了这些约束它就会给你抛出异常 所以说首先我们回顾一下这个ES3中的这个prototype这个问题 那么写法大概就像是我现在给大家看到的这样 那么我先要定义一个class 那么我想给这个class去添加方法呢 我可以去改它的prototype 然后我可以用这个class用new这个表达式去创建新的对象 object1, object2这样去创建 那么用这个图来看就是 我们有一个constructor这个就是class 然后它有一个prototype 然后从这个constructor创建出来的所有对象呢 它们的这个会有一个共同的原型就是这个constructor的这个prototype的这个属性 然后这个prototype的这个属性又有这个它自己的prototype 然后这一条形成的这个链 然后我们有很多 网上的资料会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叫做prototype chain 虽然说规范里面没有明文的说这个东西 但它确实是形成一条链 就是当你去找一个比如说叫做do something的这个属性的时候 哦 这个屏幕好像有点问题 那边有一点没显示出来 就do something 找这个do something这个属性的时候 会从这个object1然后找到prototype 如果prototype还没有会继续往上找 一直要找到这个object的prototype就是JS所有对象的共同的原型 啊 复杂吗 非 我觉得好像就是如果没有没有就是经过看过很多资料的同学可能很难理解 那么到了ES5中呢这个模型被大大的简化了 当然原来的这套东西还是保留着 在ES5中 比如说我想从一个原型去创建一个对象 我只需要这样做 从一个原型创建一个对象我是 我只要掉这个object.create这个函数就可以了 就这么一句 然后那么原型链也非常的清楚 就是一个object有一个prototype 然后呢这个这个proto 那它还可以有自己的原型 那比如说我在下面再写一句object.create 后面传obj进去 那我就又创建了一个对象 然后那么他们三个对象就形成了一条prototype here 大家可以看ES5里面就是这个原型关系变得非常的清楚了 也不用像new啊这样奇怪的表达方式 那实际上Brandon他有讲过就是说 这个在JS里头把这个东西搞得这么像 Java其实并非它的本意是这个 是这个管理层的当时要跟这个SUN合作去搞Microsoft 然后就逼他把这个语法搞得像Java一样 那Brandon经常在各种场合有意无意地去说Java的坏话 他还有讲过一会儿我们再讲这个 讲到data的时候 那么在这个ES3里面我们是没有办法从一个对象找到它的真正的原型的 就是说这个原型量的查找完全是由系统自己去做的 那么在ES5里面呢我们有了这个object.get prototype 那这个功能呢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我们有一个对象我们要找到它的原型 我们就调这个方法 那注意这个方法它实际上是得到的是只读的 就是说它只能够得到一个对象的原型 它没有办法改变一个对象的原型 如果对于这个Firefox比较熟悉的同学 可能知道有一个Firefox的私有属性叫做下滑线 下滑线proto又有两个下滑线 这个属性呢就代表它的这个原型链的这个指针 那这个属性呢是可读的 是可读可写的 而我们这个ES5中引入的这个东西呢是只能读不能写的 OK 实际上这一部分就是ES5对这个原型的一个主要的扩展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属性 大家应该有过这种经历 就是我们觉得写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函数 比如说于是我们就把它扩展到那个数组的这个原型上去了 比如说就叫contains 但是呢可能我们的某一个同事 他这样做 他用Fall in去访问这个书组 这个时候 本来如果你不干那件事情呢 这个是没问题的 然后他的迷迷糊糊糊的就是像这个小兔子一样 然后就这样写了 本来他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跟你的代码你们两个往一起一合并 他就惊呆了 这个数组里为什么出来了一个叫做contains的属性 好神奇 然后呢 就是 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数组原来的那些属性 它就不会被眉举出来 而你添加了一个它就会被眉举出来 那么在ES3里呢 你想再多也没有用 因为你改不了 那么在ES5里面呢 我们就有了新的办法 那么 我们看这是一个普通的属性 在ES3里它就是个属性 它只有一种办法 它只有两种操作你对它 一种是给它复值 一种是取它的值 那么用法都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再仔细地研究它把它放大 对 再放大它也是一个属性 但是这是在ES3里 在ES5里呢 你把它放大了以后 你就会发现这一个属性里面呢 它还有更精细的特性 那么 ES5把属性分为两种 一种是数据属性 数据属性跟我们原来想的这个差不多 它就是一个存储值的 那么这种属性呢 有四种的这种特性 一种叫做configable configable我们先不说 下面呢就是可枚矩性 然后可写性 还有它的值 那当然属性一定要有个值了 那么configable呢 就是说明你下边的这三条特性 和上面的那条特性 是不是它们可以被重新设置的 那么在ES5里面呢 很多那个原生的这个 原生的这个属性是不可以设置的 也不可以没举的 也有的是不可以写的 比如说function.prototype 还有string.prototype ES3里大家有没有试过对它进行直接复制 就是你string.prototype等于 你会发现它不抛错 但是它没有用 它的原型还是原来的原型 没有反应 所以说这就是 在ES5里面呢 就把它们标准化 并且开放出来给用户去使用 你作为一个程序员 你可以定义这种不可写的属性 可以定义这种不可美举的属性 这样呢 你就可以避免前面那个小兔子的那个悲剧了 那么ES5里呢 同样标准化了一个这个 同样是这个firefox的私有属性 就是getter setter 就是你取一个属性的时候呢 你可以调用一个函数去获得这个属性的值 那么你设这个属性的时候呢 你同样也可以调一个函数去摄这个属性 这意味着就是说 你实际上传进去的那个东西呢 跟你实际上摄的那个东西呢 可能差很多 比如说 我传进去一个1 我可以硬把某一个其他的属性摄成2 那么实际上跟这个1没关系了 那么这一切呢 是要你保证这个getter和setter的这个语意正确 就是你要去写 保证你这个属性确实是合你的想法 并且能够让别人去理解 那么这个访问器属性呢 就它实际上是模仿像DOM元素的一些行为 因为你设了DOM的一个属性 比如说DOM的这个style 你设了它的wise 它那边直接那个屏幕上显示的那个就变了 所以呢 现在你自己定义的对象呢 也可以做这件事 你一设它的这个wise 那么直接那边有一个DOM元素的宽度 就跟着它变了 这是ES5呢 提供了这个更精致的 更细致的这个两种属性 那么 后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 怎么用这个属性的特性 那么 同样呢 ES5提供了一个叫做Define Prophetic这样的方法 你可以看到ES5它比较倾向于提供这种静态的方法 而不是一个这种语法或者是特殊的语言特性 那这个是Object.Define Prophetic 然后后面把这个你要定义属性的那个对象传进去 然后是属性的名字 那后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高亮的这一行 可没举行我把它调成false 调成false了以后呢 它就跟这个 宿主的这个原生的那些方法一样了 就像Push Pope 还有什么Salt这样的东西一样了 那么 那个小兔子 再去没举的时候呢 就不会把它没举出来了 就可以用Fall in 但是当然即使是有了这个 也不推荐大家用这个 Fall in去访问这个 宿主的这个成员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我们ES5中呢 有了这个更好的方法 那么先不说 这个 稍等一下 我们下一页PPT应该就是这个 那么ES5中呢 而ES3里面呢 我们的属性就是个属性 然后最多操作它的方法就是有个Fall in 那么ES5里面呢 我们提供了四种这个静态的函数 defineProperty 去定义属性 getOwnPropertyDescriptor 这个可以去找某一个特定属性的特性 就是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 我给的那个四项值 然后object.keys 可以去拿到这个所有的可没举的属性 然后getOwnPropertyNames可以 无视原型链 就是说它不会去找原型链上的属性 它直接就只找这个对象本身的属性 那么同样getOwnPropertyNames呢 可以就是 就是无视这个 可没举的这个属性 就是说只要是个属性 它都会在这个里面被拿出来 所以说这就是ES5对属性的一个加强 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设计出来更好看的这个API 比如说刚才那个Steven的那个 observable那个东西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用一个函数来做的 如果是在ES5里面 你可以用getter去做 这样的话可以长得好看一些 就是语法好看一些 所以说这就是ES5里面对属性的这个增强 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它对数组的一些增强 那么我们看到 这边我有给了一个例子 就是294537 这是一个普通的数组 那么我们经常会有一种想法 就是我们的思维 就是说这里面的所有的数 是不是都大于5 就是every of this every elements is greater than 5 那么ES5呢 就提供了一种顺应我们想法的这样的方法 叫做every 这个every呢 大家都知道every是什么意思 就是是不是每一个都大于5 那么这里面是不是每一个都大于5呢 不是 标红的部分没有大于5 那么所以说这个every呢 会给我们返回一个false 哦 这个 好像遮住了一点 大家可以看个边 OK 然后 还有一个方法呢 这是sum 那么sum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就在这个我们的脑子里就是知道的 那么所以呢 sum就是其中只要有大于5的就可以 那标率的部分呢 就9和7 那么所以sum它会返回true 然后呢具体的代码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就是我们要传一个函数进去 然后retain一个值 然后那么greater5就会返回false smaller than 10就会返回true 那么下面的sum就是正好相反的结果 就是smaller than 5会返回true 然后greater than 10会返回false 然后除了every和sum之外 还有一套比较方便的就是map和filter 比如说我们想把这个数组 变成每一个都加1的一个新数组 怎么办 我们用map加1之后就变成这个 35648这样 然后还有一种方法就是filter可以过滤掉 那么同样是大于5的这个例子 我们看其中9和7大于5 那么filter会把它变成什么呢 变成9和7 这是数组新加的这个方法 然后呢代码是长成这个样子了 就不细说了 这个大家还是要回去可以下载这个pp 然后去看到这个实例 除了这些呢 数组还提供了一些非常有用的方法 for each 可以便利这个数组 reduce right 可以把这个数组的值做一种累计的运算 然后index off就是我们 跟我们前面说的contents是一样的 last index off也是 这是我前面说的为什么 就是大家访问数组的时候 实际上不但可以不用fall in 而且fall循环其实都可以很少用了 有了这些非常方便的方法 可以更清楚地表达我们的意思 并且这些东西都是返回数组的 所以说它可以支持这种链式表达式 你可以filter之后 然后再去map map之后再去filter之类的 这是很方便的 所以数组就这些 然后后面呢就是还有一个改进就是json json呢大家都知道 这个不过这是被标准化了 那stringify可以把一个对象或者是数组或者是其他的javascript的值类型转换成它的这个字面值形式 那值得注意的是其实它有两个参数就是replacer和space 这个其实不是很多人知道 replacer可以把你产生的这个值替换掉 那么space呢能够让你生成一个格式更美化的这样的一个json 你可以加四个空格 那么它会自动给你做这个缩击 那值得注意的是stringify它会读一个叫做tojson的这个方法 tojson会 就是说如果你自己写的对象有了tojson的话 那它不会调用原生的那个方法去美举你的属性 它会直接把你的tojson这个值取出来 作为你的stream这个形式 跟它相反的这个运算叫做pass 同样它有一个revival revival就可以用来 同样是便利这个对象 然后去取它的这个值 那么 刚才露讲了一个地方 就是replacer和revival 其实它会跟对象调用一次 那么这个调用的时候呢 它会有以一个新的object作为这个base值 然后以这个一个空字符串作为这个property值去调用 那么所以说 其实你可以把整个这个pass出来的这个对象 或者是把这个destringify的这个对象给它替换掉的 那么json语法其实 你草一点去理解呢 就会觉得它跟那个对象直接量是一样的 但是呢 实际上这个 它有一些这个细微的区别 比如说它的属性只能用双引号 搬引号和不带引号是不行的 那数字呢你不能省略小数部分 就像1点 如果你后面加空格的话 它是合法的这个javascript的数字 但是这个里面不行 像空白字符呢它也少了不少 像form feed 然后vertical tab 这都没有 那么它只有tab crlf就是-r和-n sp就是空格 那也没有unicode里面几十个表示空白的字符 转移字符呢也少了不少 并且只支持unicode转移 不是 我的意思是它不支持这个x转移了 它只支持这个-u转移 那-b-f-r-t-n 这也都是支持的 所以说json语法呢 大家写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下 就是有一些特别的东西是不能用的 你不能保证一个javascript的object literal 直接就能够被json的语法识别出来 那么后面讲最后一个大块的改进 其实这个能讲得不多 这个strict mode就是严格模式 严格模式的话 它是由一个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直接亮 必须按照我这个原样去写 分号可以没有 如果你在其中有一个转移字符 或者是有一个加号什么的 这都是不行的 那么它是一个特殊的相当于语法标记 但是它能够兼容ES3 那么useStrict你用完了之后呢 后面的代码会变成严格模式 这个useStrict是针对作用域的 就是说你可以把一个函数的代码变成useStrict 但如果你在全局写了这个东西 你就全局代码都是useStrict 那么Strict的模式呢 它有更严格的检查 就是我列出来的这几种 一个是全局的变量 你不声明就没有办法使用 这是ES3最广受诟病的一个特性 就是你如果写错了这个变量名的话 它会自动给你变成一个全局变量 那你用Strict模式就没问题了 另外就是禁止waves 你用waves可以打开一个object的臂包 但是它这个不可以用waves 那么eval也没有办法再局部添加属性 或者是做一些什么事情 它始终是全局的 你没有办法在eval里面访问这个函数的局部变量了 当然eval还是有的 它和argument这两个都被作为一个类似关键字的东西 不能用作变量名 不能直接复制 另外caller和calli被禁止 实际上这两个东西并没有写入标准 但是严格模式呢 把这两个名字给占掉了 这样的话即使你是一个 即使你是私有的实现 也不允许在严格模式里出现 另外arguments原来它可以同步你这个参数 就是你的行参 是可以跟arguments对象同步的 就是你在那边赶了行参之后 arguments对象里对应的那一项也会变 那现在不会了 然后呢 对象直接量中没有办法重复定义变量 就是说你在object literal里面 如果你写两个属性的名字是相同的 按照原来的做法会覆盖掉 那么现在严格模式里呢 会给你抛一个异常 所以这就是大概的严格模式 然后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细节 那么就 大家可以自己去找这个 ECMA规范去看 然后呢实际上 那么我今天讲的就是一个 主要是几个大块的这个东西 那么其实还有很多这样的特性没有讲 就比如说对象的 对象直接量 其实get size还是有语法 然后另外还有这么多的扩展 function.vind这个就不用讲了 那么后面其实还有很多 那么可能需要大家自己去读一读微范 那么今天时间有限嘛 所以最后QA时间 然后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如果大家喜欢有什么问题 对今天的或者是技术问题可以找我 另外我们最近有一个初稿的 这个ECMA script的中文版 这个秀域名其实主要是这样的 ECMA script.cn 大家直接敲这个域名 就可以看到这个完整的这个中文版文导 当然其中还有很多错漏 已知的错漏就已经非常多了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看的时候 发现错误及时地报给我 那么下面我的联系方式都可以